饮食不解吃到这菌 癌症风险最高增16倍 网友阿优日前检查 发现胃部有优门感菌 听起来很恐怖呢 是不是会导致胃癌 要如何治疗预防才好呢 患患优门感菌感染的患者 跟这个没有被感染的人 一般平均得胃的机会 是6倍到16倍 由此可见优门感菌 的确是胃癌疾病重要因素 当确诊感染之后 一定要倾诉治疗 千万不可小觑 另外优门感菌传染途径 为粪口传染 感染者分辨带有此菌 若处理食物或接触饮水时 手部清洁或卫生环境不佳 再让其他人吃喝到 并会导致传染 感染油门感菌后 容易出现腹胀 消化不良等症状 或有口臭打嗝等问题 一段时间未治疗 可能会发生肠胃道溃疡出血 进而引起腹痛血便 也有部分患者是以胃酸过多 维持到逆流症状表现 油门感菌感染 可经吹气抽血 检验粪便 或直接采胃部内视镜切片 一旦确诊感染 要服用抗生素药物治疗 一到两周 医生也提醒 平时避免使用不节饮食 尽量吃熟食 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哦 有点赞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Nordicの流言